那么这一节我们看一下毛发的生成 那么MAX这个毛发系统呢 它这个只能在两类物体上产生毛发 其中一类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样条线 这个线 还有一类呢 就是网格对象 那么毛发在这两种对象上生成的方式啊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样条线生成毛发的时候呢 它实际是在同一个样条线对象不同的位置产生差值产生 而多边形产生毛发的方式是在三角面上 通过顶点之间随即差时产生导引线再来产生毛发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模型上面产生毛发的方式 我们创建一个圆环 右键转化为多边形 F4边面模式 为它加入一个嗨人的F4修改器 毛发上面已经产生了这个就长到这个模型的表面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多边形的这个级别 框选它 注意按下更新选择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个毛发已经产生在我选择的表面上 来看一下它的引导线 勾选显示引导线 大家看到黄色的引导线 那么这些毛发呢 都是在这个引导线之间随机差值自动产生的 OK 如果在样条线上产生毛发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删除它 创建面板 图形 点击线 我们随意的画一条 透视图中的线 OK 再画一条 再画一条 好 我们暂存一下 进入修改面板 选择附加 点第二条 点第三条 三条结合成一个对象之后 进入它的样条线级别 点击第一条 那么现在呢 这里写着 选择了样条线一打开 这个呢 是二 这个是三 创建的顺序 完全一致 现在我们加一个 HINDFOR修改器 大家看 毛发的药体线之间产生了 效果还不错 我们刚 将刚才的效果取回吧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先来附加这一根 再来附加这一根 也就是把它顺序打乱 加个HINDFOR 大家注意 现在就有点乱了 注意观察 是从这条 走到这一条 再从这一条 走到这一条 产生毛发的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走向 注意走向 这样的话 这毛发就显得很乱 所以我们说 在产生这个样条线的 这个毛发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 这个样条线之间的 这个附加顺序 它实际呢 是根据样条线本身的 附加顺序来决定 那么也就是说 样条线创建的时候呢 它创建的顺序 包括附加的顺序 都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最后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就是只能在透视图 或者是摄影机视图内 渲染出毛发来 而其他视图渲染毛发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前视图渲染 大家看 它只能在透视图和摄影机视图渲染 OK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那么这一节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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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